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牛的学校 整个美国的大学里面排名前十几名 前十几名可能保守了大胆一点前几名 所以这所大学是在美国鼎鼎有名的 州立大学 公立的大学 这所大学我们今天来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一个老朋友在这地方东亚图书馆当馆长 陈洪教授 我不是馆长 馆长成熟 说错了人家说人家说要更正不是馆长 不是馆长也是我们的朋友馆长呢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司马南的朋友因为司马南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来了 我们的节目没有更正的 我们这节目没有重录的 我们可以改过来可以再改过去 说错了改回来不就完了吗 所以很多人做节目的时候呢 叫背词那词里背错了心惊肉跳 跟前面提字器不一样也心惊肉跳在司马南话节目当中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没词 所以呢 我们自然谈话怎么样就怎么样 欢迎陈洪教授 谢谢 欢迎 我这个节目开场您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太随便了 因为我觉得随便好 随便好 因为本来生活就是随便的 就是应该自然而然 欢迎来到我们洛杉矶 我们通常翻译成校区 校区 对 因为跟国内分校情况确实不一样 加州大学系统 一共是有10个校区 那么洛杉矶是其中之一 那么比较有名的 比如伯克利 俄湾 Sendiego 实际上都是中文翻译成 分校 实际上是校区 它是称为campus 为什么翻译成分校 伯克利分校 然后俄湾分校 什么 圣地亚哥分校 这是翻译问题 因为它实际上从校民讲起来没有 没有分校的概念 没有分校概念 它各个校区都是独立经营的 但是我们是原则上讲还是一个学校 新华社那个辅佐国际翻译的人注意了 以后你们再翻译成分校 我跟你提议 翻译成分校 校区怎么能翻译成分校呢 不许这么翻 下次改过来 叫洛杉矶小区 因为跟中国分校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是相当独立经营 而且规模非常大 那么整个加州大学 学生讲起来 应该说有差不多 三十二三十万人 学生 这么大一个大学 非常大 当年李兰青当副总理的时候 中国的大学合并我估计就是跟你们加州学的 中国的大学合并合并合并一个大学 比方说最大的大学当时叫吉林大学 我到吉林大学去 我是吉林大学的科技教授 当然是我骗人的了 我没学问了 吉林大学科技教授说 在长春火车站下车 说我要去吉林大学 然后长春人就晕了 说你要去哪个吉林大学 我们现在整个长春市就在吉林大学校区里面 所以大学合并成潮流 没准就是和你们加州学的 也不是 你比如说纽约州立大学 他有一百多所 还要打比加州 就说各个小学校什么 这美国人要玩就玩得很很特别 纽约州立大学居然有一百多所 对 那么加州实际上也两个 两个 回去之后我们成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 你把所有大学都放进去 把所有大学全都算到里面去 对 那加州大学呢 实际上加州还有个 州立大学系统 就加州州立大学 他们有23所 所以纽约他不分 不分开 所以纽约就 如果是企业的话 这就简单了 一个一个企业 相当于一个一个大学 但是企业集团就像一堆企业集合 有那意思 那其实你们像这个纽约州立大学 加州大学 其实相当于大学集团 有那个意思 大学集团 很简单的说就是大吉 大吉就是农贸市场 对 很好 赶大吉农贸市场 对 按照中文就可以做这样的变通出来 介绍一下东亚图书馆 那么我们东亚图书馆 这里就是UCRA东亚图书馆 我们在全美东亚图书馆范围内 排名第10 这样排名我相信观众一定听不懂 观众不知道什么叫东亚图书馆 还排名第10 东亚图书馆什么概念 东亚图书馆就是说 中日韩三种文字的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 那么从我们这里讲起来呢 我们是中文占 50%以上 整个东亚图书馆 这里是大概有67万册藏书 中文占37万册左右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占50%以上 那么在50%之内呢 就是都是指printed material 就是说印刷版的 不包括电子书 电子书讲起来呢 我们电子书大概有10万册左右 电子书 再加上有18个大的就是database 38个就下面有38种数据库 所以是 在数据库电子资料讲起来 我们在全美也是属于比较强的 观众朋友听懂了没有 我听懂了 所谓东亚图书馆呢 就是 再加上chinese 三种 也就是说亚洲三个最重要的国家 中日韩三个国家的文字 他们的资料集合而成的这个图书馆 叫东亚图书馆 在东亚图书馆当中 中文藏书占了一半以上 60万册纸 纸质图书 再加上各种数据库 再加上各种的电子书 电子书10万册 我记忆还可以吧 对 非常正确 那么我在这里就只负责中文 我不不管那个 那是没说错吗 你说中文图书馆的馆长 中文不单独城馆 不单独城馆 对我们只是 不单独城馆就要分布 不管怎么说 这不重要 跟那个分校差不多就要分布 对 这不重要 那么从我们的 中文的收场说起来 我们有一些强项 一些弱项 每个东亚图书馆都要这样 先说说强项 就特牛的地方 特牛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地方制 我们是收藏的非常全 厉害 地方制才是很多重要信息 对 地方制 我们不仅是省制 县制 什么市制 村制都有 我们村子 村子政治 这个范围都有 如果您等一会有时间看一下 一会我去看 你就会感到很惊讶 一会我去找一找 我想找哪 观众您知道吗 我们家祖籍 山东 黄县 就是现在的龙口 山东 黄县 猪油罐 小河口村 我娘出生在哪 我们老家在哪 我知道2015年 我才找到了我们老家 到那之后 我看见海水 看那沙滩 我老累纵流 想起我娘在那 我就耳边就回淌着一首歌 那首歌您熟悉 小白菜啊 叶子黄呀 两三岁呀 没了娘啊 陈国教授你知道 就当今而言 书啊 越来越多了 但是很多呢 读书的人 是读书的人很少 写书的人很多 那烂书越来越多 快书越来越多 所以真正有信息量的书 真正不多 就我而言 我认为很多书都是垃圾 但是地方置 这里面很多重要的信息量 因此你们在中国馆 收藏的这么多的地方置 包括村置 我以为是宝贝 对 是可以想讲 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收藏 那么从村置讲起来呢 我们都是以当代为主 整个地方是以当代为主 我们也有很多历史的地方置 就我们山东黄县 小河口村的村置有吗 我不知道 因为太多村了 不知道一定要查 但人都传说您的脑子是计算机吗 我不是 我比不过计算机 那就相当于手机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收藏呢 就是我们收藏主谱 厉害厉害 有 很牛 对 我们有很多家谱 那么有大的家谱 你比如说孔谱 孔家的谱 对 但是小的家谱也有一个小地方 它编一个家谱 非常有意思 而且里面保存一些资料 因为地方子讲起来 虽然有的是村子 但是他多数是官修 至少这个 对 但是族仆就不一定官修了 多数是私修 明修 对 所以这是 这也是我们一个特例 我 很多人都知道 我姓 我叫司马南 但是您千万别到司马族谱里找我 肯定没我 打死都没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姓司马 司马是笔名 我姓鱼 钢钩鱼 我叫鱼力 力量的力 就心有鱼 力不足 那就叫鱼力 所以到老鱼家的族谱里面 没准能搜出来 也搜不出来 我们老鱼家 鱼姓这只不大注意修族谱 而且鱼姓 还有少数民族 改姓的 对 所以这个字 现在从族谱的角度讲起来 几个大姓都很难 因为它的源流比较复杂 中等的姓比较好 好找 对 如果有机会 您也看看我们的族谱 您是大姓 您是陈姓 我是中等的 因为我是工程的陈 陈姓 陈姓不是陈姓 然后因为您是陈姓 所以就不是大姓 您是搞历史学研究的 对 我历史研究的 对 那您那个历史研究 您是重点员哪一段 我主要是现当代史 现当代史 那难怪 所以您当这头您这个地方现当代史就做的比较扎实 现当代史实际上还是很不够我们 因为美国的中央图书馆特点现当代史都是比较注重 我们也比较注重 但是是有应该说我们有自己的长的特点 不是所有的一切不可能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说起来 蒋基是日记 那在斯坦福 对吧 不在我们这儿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读过这个陈不雷的这个陈不雷的书 若干本关于陈不雷的书 我们蒋委员长日记啊 至少陈不雷给他当随缘的时候 蒋介石的日记 包括日常日记都是陈不雷写的 对 那正好这里 请看这套书 甚至这个蒋介石西安蒙难记 都是陈不雷编的 差点没编 没编死自己 累死了 这套书是刚出来 是前大军日记 蒋介石的侍从事主任 抗战后第一任伤害市长 他们这套书 他本身是 钱世泽 钱世泽是他儿子 他编的这套书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而且他知道是好的 因为那时候谁要见蒋介石 一定要经过钱大军 对对对 所以他记了很多详细的地方 对 这太有太有价值 对正好你说 你说到那个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瑞士这样的资料呢 我们比较注重收集 我回去以后 我把这次我们整个这个在美国 横关美利坚这一个月 然后呢我们台长我们礼台 他的起居所有的细节 我全记下来 将来我死的时候 捐献给你们东亚图书馆 能不能不死就捐 离岛对我们支持很大 我又要说到我们另一个收藏特色 就是电影电视 电影电视我们收藏了 从那个就是 期刊图书一直到那个影视 DVD光碟 很多就是李老乔家人捐赠给我们的 李他捐这些东西 他只能说明你们有业务往来 但是关于他的生活起居 对于个人隐私什么的 我全可在记下来 对付出来说很有价值 那当然 那我们需要 我们就看看你们的 看看你那边地方制的宝贝 边走边说 有意思 陈红娇是很逗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适合 很适合做主持人 你可幽默 这里已经是开始 这两边都已经是地方制 地方制 地方制呢 就是说编排还有点问题 不是说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认为没有问题 我们是根据美国的图书馆 编幕方式来编 但是拿中国讲起来 他最希望是省下面一级 按照那个行政体制 我们这不是 你们是什么按字母信去排的 也不是 我们是把所有的都看成是相等的单位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的 这是文化理念的问题 他是州不一定管事 所以你这里看了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 这是因为B的关系 所以不同的省的也会跑到一起去 你找一个安达 安达应该在全面安 安达安怎么着 安达我两岁 我出生在黑龙江一安 但是我两岁到安达 这里面只是一部分的书 为什么我说一部分呢 因为我们编幕有老墓新墓 老墓新墓 这个是 这一个编幕地方已经是新的地方了 观众接着啰嗦吧 我告诉你 这图书还真是特别的啰嗦 图书 这个四库全书啊 它那里边 那就光是目录 那就得出好几本 在北大有个专门图书馆学 图书馆光是一个目录学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 我想你要查安达 这些都是房子的 这个图书馆这个房子是不是结构要跟别的地方事先就不一样 它特别重 沉重 它印象里边是一个人在这活动 和这么多书 而且持续的重要 对 书的重量很厉害 那这个在建筑的时候 楼板结构上就和别的地方应该不一样 就不一样 就应该加厚加重 而且我们 这是二楼 因为它可以做office用 所以你看这大窗户 你到楼上去看 窗户都不一样 都比较窄 那就说明它整个使用的结构 房子结构非常结实 还房子的光罩什么的 光罩对 对 所以这里是我们的一个 这是日本 这是日文 但是这里也是中文 也是中文还是房子 观众们你看这非常有意思 江游县制 这江游是哪 江游四川了 四川江游出过一个名人 知道谁吗 海登法师 这少林寺一伙 当地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和尚 一下成了大名人 后来成了江国政协委员 后来有个神工大师叫严新 说他是师父 那老师父被别人神化了 神化到说他神工在身 所以老师父苦了 到这个北京开会的时候 他自己刚躺下 一天会有人来一敲门 自己马上就起来打坐 因为别人都说了 说老师父神工在身的 从来不睡觉 人家睡觉就打坐 这老师父折磨了 七十多岁就死了 人呢为圣明所累 所以名人必须有自嘲的精神 说我是啊 我喜怒哀乐 我和常人一样这样你就获得常人的乐趣了 你看老头其实是很好的人 是吧 有名为名 反正后来有名了 有名之后为名所累 说从来不睡觉 那就在人前不敢横过来了 加油 有很多称叫红洞 红洞县城无好人 你要看完这本 看完这本书以后呢 就知道红洞县城到底有没有好人 是吧 这是这是红洞县制 山西春秋电子印象出版社 知道吧 红洞县城无好人 一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那是一种片面性的看法 红洞县城有好人 至少在这本县制里面 还是两大后本 我们能够看到 红洞是有好人的 哪都有好人有坏人 所以在这我就特别不赞成 有人的老妖魔话河南人 我是河南人知道吧 一千年前我们家住开封 我们家好多亲戚 都在宫里当太监 也有当大官的 所以你老说河南人怎么着 河南人怎么着 河南人山西人 河北人山东人都一样 山东人比较叫 山东说我们山东人多情重义 我们山东大汉 我们山东小朋友 是 山东是有很多了不起的人 例如像司马南那样的人 但是山东也有很多骗子 别以为没有 各个地方都一样 所以边限制呢 就会有一个体会啊 各个地方呢 都有些独特的 看看山西 仗喜 喜昂喜 打载闯寺 大大寨 80后90后 看这本书一定莫名其妙 你要如果你现在换台 我告诉你 你失败了 就是你太没有历史感了 大寨什么地方 大寨是个村 但这个村子 当年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带领老乡 战天斗地 狼牙掌上多丰收 七沟八粮一面坡 后来这个小村子就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 学谁 学陈宏 那肯定是不对的 大寨可不得了 现在大寨大队 当年的铁空娘队队长 叫郭凤莲 郭凤莲现在成了一个董事局主席 人家在那弄河头路呢 都是一个郭凤莲照片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陈宏教授这个馆好多好的藏书 那真是里面全是故事 我一看这个东西 你对中国了解有多深 你对中国知识有多少 你的眼前就会出现多少生动的画面 陈永贵一个老汉 只上了四年学 这就是这个郭凤莲 当年的郭凤莲 这就是陈永贵 这就是陈永贵 陈永贵脑袋沾个头巾 后来成了大官 多大的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业副总理 分管农业 厉害吧 所以这都是在三十多年前 中国社会的政治奇迹 人民当家作主 那当然一个农民就当公安 副总理 怎么了 非得你们知识分子 非得像程鸿一样 把美国所有的学问全都读遍了 然后回过海归 你才能当官 时代不一样 看看这边还是没有意思的 龙南县制 九江县制 东乡县制 那有意思 这很多时候都这都奇妙 南京大屠杀1937 这南京大屠杀 最近我讲我讲了几期 南京大屠杀 鬼子残忍 残无人道 受性 这是我们所有的史料都记载的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唐生智这个人呢 他和他也是十一万手兵 日本人也十一万 唐生智誓死守卫南京城 适与南京共村王 守了没几天 说接到命令就撤了 你要像个军人一样撤也行啊 不要求你像八路军武功队一样 掩护群众撤退 你像个军人一样 你撤出去也行 不 他就整个溃散了 三兵游泳枪一丢 然后就乱跑 那城门那四周都堵了 只有一个城门能出去 于是就很多很多的守军 国民党守军 守南京的 就守国民党首都的 在那个小 你一个小口就跟炼烟散场一样 说着火了 大家往外急 活活急死在那里面 有一个前几天战斗打的还不错 一个团长活活急死 少数人出去以后 就抢老乡的东西 不就是河吗 然后就在那个河 抢船 抢木板 写门板 在水里边淹死了 所以我们讲日本人残忍 那鬼子那确实是兽性 但是我们的守军呢 太不像军队 说起来 这是我们自己民族性当中 可悲的另外一面 这样军队能打仗 作为东亚图书馆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你看 这是日本对南京屠杀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日本人现在有一个说法 他就说 你说你 你说你三十万大屠杀 你拿得出名字来吗 因为你拿不出名字来 所以呢 他从细节的角度 技术的角度 来否定南京大屠杀 现在像这样的书 是日本学者 写的像这样的书 在日本出版都很费劲的 日本的现在 小权政权努力要 让老百姓 特别像青年一代 忘掉 说没这事儿 他把侵略中国 屠杀中国人民 说成是进入中国 就用中性的词 我们在 亲定书图书 亲定书经图书 你这有没有皇上玉批的那些奏章 奏折 我们没有直接的奏折 但是我们这也有一个很难的东西 这是我们特长的 什么 就是有当年的参加电视的试卷 什么人的试卷 比如说你是考进士 在那 在这儿吗 在特长部 我喜欢写字 我写字 有人说写的广格体 广格体 其实就是过去秀才卷写的特别规范的郑凯 后来有一些人的自己写不好郑凯 他就拼命贬低广格体 广格体 你会写了以后 你再说他不值钱 很多人根本就不会写 结构拿不住 对 有些广格体是极漂亮的 您说的那个就是法书背贴 也是我们这一个重要手掌 法书背贴 有什么古本吗 谈不上古本 因为我们图书馆不是博物馆 图书馆主要是最大众使用的 其实就是这 这是甲骨 再过去一点 我们再往那边走一点 就是很多法书的 这是我们采访 比较强 金文文献 对 这个程教授在在图书馆里工作 这一辈子快乐啊 就每天和书 以书为乐 就是富有诗书气自华 据说这美女再怎么美 如果没有一点书卷气 这美女我告诉你 偷着俗气 搞不好呢 叫叫她粗闭